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对自己的皮肤其实保养是非常注重的 对于护肤品的选择也会有特别高的标准 那在跟雅兹接洽之初呢我也了解到这个品牌其实对于成分的天然性非常的注重 对我觉得这个就代表了安全性也是每个人会非常就是注重的一方面 那比如说这款精华液其实我也知道它有结合了安利纽崔来85年以来对植物精华的研究经验 所以是非常有保障的安全性的天然成分 哇说的太棒了你看我们现场这么多朋友的掌声啊 因为觉得江一燕对我们的产品真的非常的了解 对然后我还觉得其实这个品牌它也对科技的运用结合的非常的好 比如说它的设计非常的独特惊艳 那我觉得健康美丽专业科技就是我对雅兹的一个认知 也是我们结缘的缘由 谢谢江一燕的介绍 健康美丽专业科技 我想这是我们现场很多的小伙伴 线上观看直播的很多小伙伴跟雅兹结缘的缘由 那刚才呢其实我也听到江一燕有说 我们的产品当中也有一些充满科技感的 然后也是非常贴心的这样的设计 可不可以跟大家多透露一点 因为这款产品还没有上市哦 所以我觉得是四个字 随机定制 随机定制 肌肤的肌对不对 对 怎么讲 其实这个皮肤问题是千人千面 就是我觉得没有哪一款产品 可以完全来解决所有人的肌肤问题 那雅兹美肤定制精华液 它是一瓶基础精华 加上五种针对性功能精华 所以你可以DIY属于自己的精华液 我们可以自己组合 是的 所以我也在试用 我提前试用了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对它爱不释手了 早晚都必须得使用 离不开您身边的这样一款精华液 对对对 而且 而且告诉大家就是一瓶使用 你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功效 然后我其实抹了几次之后 我发现你就算是拍素颜 拍出来也特别好看 没错 我来证明我现在站在江艳小姐的身边 您的皮肤真的是特别的棒 谢谢 那刚才江艳其实也提到了 我们的这一款美肤定制精华液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搭配方式 对吧 我们有五种不同的精华 可以加到这个基础精华液里边 但是每一位都可以调出 属于您自己的那款精华 我相信大家一定想知道 江艳你是怎么搭配的 它其实可以调制25种不同功能的这个方案搭配 那我觉得是可以在不同场合 不同肌肤状态下 你去搭配不同的DIY 不同的精华液 比如说我拍戏 可能皮肤特别暗沉的时候 我会用一个体量的方案 如果是在户外曝晒了 那我可能会要保湿 还有淡斑的方案 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 对如果是像这种时尚场合 就在灯光底下 那我可能会要用一个提量加上紧致 这样拍出来轮廓的线条才会更好 所以我觉得使用起来更简单了 但是你的功效却更加加剧了 特别棒的介绍 我相信现在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都想快一点能够买到这一款 我们全新的美肤定制精华液 而且刚才听到这个江艳的介绍 我们也会觉得 这样一款产品 它的DIY的特性 它的多种搭配的特性 也非常符合您斜杠青年的身份 对不对 因为您有这么多的身份 那么我们也知道 其实您在舞台上 在各个时尚的领域 在您的专业领域 都付出和奉献 那么您一直想在台上 想展示给您的观众们 一个怎样的形象 我希望可以把追求美好事物 还有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传达给更多的人 那我觉得这也不光是我自己 其实也是亚兹品牌 想传达给大家的 希望在未来可以跟亚兹品牌一起 我们创造更多的美好 说得太好了 真的要感谢江一燕 她不但跟大家分享了 自己的美丽的心得 而且还跟大家透露了 我们这么多雅兹的 美丽的小秘密 那么最后有一个不情之情 因为我们都知道 江一燕她不光是演员 不光是摄影师 不光是作家 她还是一个出过 很多专辑的专业的歌手 对不对 大家说来到这个舞台 要不要来一首 怎么样 能不能满足我们观众的这个要求 好吧 那今天就带来一首 我为这个电影 地企鹅日记二唱的主题曲 叫做召唤 也希望这首歌 能够唤起更多人 对自然的关注 还有对美好的愿景 阿尼柳翠来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田亮 真的 只有我们阿尼柳翠来的年会 才这么霸气 这么壮观 大家好 我是叶依倩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在上海 共同庆祝 安利纽翠来85周岁的生日 非常开心 谢谢 大家看到他们都一定觉得非常非常的羡慕 其实呢我就不止一次在我们的年会的舞台上看到田亮了 但是印象当中这是第一次田亮协期出席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今天我们也把儿子带来了 但是他在台下 再在台下 对 好的 儿子在台下 那一会儿要赶回去照顾他 对不对 对 放假了嘛 放假了 对 作为父母带着他们 哇哦 非常令人羡慕的一家人 那我们都知道田亮呢 曾经担任过我们安利纽翠来的品牌代言人 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当我们代言人时候的样子啊 我们特地把那个时候的大照片给带来了 哇哦 怎么样 妥妥的小鲜肉是不是 现在还是挺鲜的哈 呃 现在我都有自己的小鲜肉了 现在是小鲜肉的爸爸 小鲜肉的爸爸 大鲜肉了 对 老辣肉了 没有 非常的谦虚了 其实叶倩你看到自己的先生当年那么那么青涩的样子 你有什么感觉吗 呃 其实呃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这些很年轻的 照片了 呃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田亮的时候是在赛场上 当时我是被他那种很青涩的这个外表所吸引觉得哇好阳光好帅气 但是怎么样都没有想到未来他会成为我的先生 所以呢我觉得我也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个人 对然后嫁对了老公 哇塞 七夕刚过呀 这一对就在台上开始发糖了 哎呀 谢谢安妮刘春莱给我这样的机会让老婆这么夸我 天亮的嘴真是甜了 所以哎 其实我想问天亮的哈 呃 刚才叶倩倩说很久没有看过你这么青涩的样子 但是呢一直以来你都是这么的阳光这么的健康这个大男孩的形象 我相信除了你自己的这个运动员的底子好之外 纽翠莱一定也有不小的功劳吧 当然当然 还记不记得当初拍摄这张照片时候的情景 呃其实那张照片是2002年拍的 2002年 已经在17年前了 而且而且那个时候安妮纽翠莱从2000年西列奥运会开始 就一直和中国奥委会合作 是 为我们运动员提供营养 呃像蛋白粉啊 像贝利剑啊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那个运动员 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就天天吃 然后 就很荣幸地成为了 安妮纽翠莱的代言人 然后 刚才那张照片也是拍广告的时候拍的 嗯 对 所以刚才 呃田亮跟我们分享了哈 他一直以来是我们扭出来的忠实的用户啊 而且在这个使用扭出来的过程当中也完成了您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转变 对不对 从小鲜肉变成了小鲜肉的爸爸 那么我相信这个这个您作为爸爸的那个小鲜肉啊 他们也是我们扭出来的宝宝啊 对不对 是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悟吗 经过了这么多的变化 嗯 很感谢我的太太 倩倩 说的太棒了哈 果然是纽翠莱的代言人 她说始终专注做一件事情 这不也正是85年来 安利纽翠莱始终专注在做的事情吗 对不对 那田亮啊 三句话离不开 我的太太离不开在台上发糖 那我们就来唠唠家常吧 你们在家里听谁的 这个还用问吗 显而易见 听倩倩的 是吗 是这样的 就是在家里面呢 吃什么听我的 但是吃什么保健品呢 听我老公的 感谢 感谢这个中国好太太啊 在舞台上 还给老公安排了这么重要的一个 保健官的职务是不是 对 实实求是这是 是的 是的 其实我在认识她之前 我对这个保健品是没有什么概念 因为她是运动员出身 她对于一些什么阶段该吃什么 然后什么是健康的 什么是不健康的 她可以说是作为我的营养师 对 我也是因为她我才接触安利 一直到现在 我们家一直都是 从爸爸杯开始 然后一直都在吃安利 对 那当然作为妻子和母亲来讲 一家人的这个健康是最重要的 那我平时呢喜欢烹饪 然后也喜欢呢去关注一些健康的一些营养师 对对对对 我有看你上综艺节目 也介绍你在家里面 怎么给田亮和孩子们做吃的 对 特别是这个 田亮是我们的国宝 我得好好的这个 把她给这个 把她给照顾好 然后现在我的女儿呢也是在 在打网球 对 希望可能未来也有机会 想要走上这个 为国争光的这条路 所以呢 好期待 他们俩的这个 我们家三个宝的这个营养 都是我来负责 对 所以 美妈是多么的重要啊 朋友们 那刚才其实啊 叶宜谦说这么多的时候 我由衷地感到那种 羡慕啊 和嫉妒啊 和喜欢啊 但是 其实叶宜谦自己也很忙 因为你也是演员啊 也是歌手啊 也有很多的社会活动 那么你怎么样可以很好的去 照顾好家里的这个 大宝和小宝们呢 呃 其实呢 首先就是一日三餐的营养 那我在我自己就是有空的时候 我在家里面都会给他们做营养餐 那还有呢 就是我非常注重早餐的营养 早餐特别的重要 对 这个也是我先生 特意传递给我的 他觉得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营养 没错 那其实我看到很多家庭呢 他们对于早餐好像 因为时间比较短 可能他们对于早餐来讲 就相对简单 配一些简单的什么饼干啊 什么面包之类的 我觉得还不够 太随意不可以 太随意 所以呢我一般来讲 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我们俩都会跟孩子一起 共同的去吃早餐 监督他们补充这个 比较充足的一些维生素啊 蛋白质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们安利纽翠来的营养早餐呢 就是我们在繁忙工作当中 紧张生活当中 但是确保我们吃好早餐的 一个重要的好的选择 是 是 那么刚才叶宜倩也给我们介绍了 这样的一个秘密武器之后呢 我也想问 照顾好全家人的健康 除了吃好我们的营养早餐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秘诀 其他的秘诀当然有了 就是我们安 因为我们现在全家都是 安利纽翠来的铁粉 是 那这个我们这个 在我老公的这个安利下呢 我们全家人也都会 就是会选择性的 吃安利不同的产品 那其实比如说 现在出了一些小朋友 这个成长的一些系列产品 比如说 儿童系列的产品 对 蛋白粉啊 那女生呢有胶原蛋白 对 补充胶原蛋白 那还有这个像贝利剑啊什么 都是我们家一年四季常备的 对对对 小朋友还有成长系列 这个叶玉倩如鼠佳珍啊 田亮你忍不住要补充了 对不对 当然 你也还有现在最想 告诉大家的武器 对不对 对 当然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一百亿 对 一百亿 我看过那个广告了 对对对 不是 那不是现金啊 是一百亿的一身军 活军 活军一百亿 全家天活力 哇塞 是 其实呢我作为 我儿子呢 他一直有这个 湿疹的困扰 从小到大 每年到了湿疹 湿疹是免疫力不是很强 对 我试过很多种的药方 比如说涂的抹的吃的 我发现他都只能够治标 不能治本 那我就在想我给孩子用了这么多的药 我说我怎么样才能彻底的好呢 然后直到我接触了我们的一生菌之后 我突然间发现 其实我们要治本 治本就是保护我们的肠胃 提高孩子的抵抗力 所以我就给我们家小亮仔 每天吃一袋这个医生菌 非常神奇 我们有专门的儿童医生菌 来提升孩子们的免疫力 对 非常神奇 从那以后 他没有再犯过湿疹 也没有感冒过 而且胃口也变好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 非常有效 对 掌声送给小亮仔 他在后台应该能听得见我们的掌声吧 听得到 听得到 对不对 而且我也 你在什么地方看着你呢 在哪里 而且我也把它推荐给了很多广大的妈妈们 所以我也想要告诉大家 其实施诊它不是一个完症 大家也不要说盲目的用药 要从最根本之起 就是提高孩子的免疫力 所以推荐大家给孩子吃 安利 纽翠来的医生菌 太棒了 这个分享真的是 我都没有想到 有这么 就在自己身边的 自己孩子的故事 来分享给我们大家 而且呢 我们的纽翠来医生菌系列呢 不光有适合孩子的儿童医生菌 还有适合于女性的女性医生菌 也有我们的复合医生菌 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对不对 好的 那这么令人羡慕的家庭 刚才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故事 跟纽翠来结缘的故事 那我们刚才前面也说了 今年呢 是纽翠来的85周年了 两位 有没有什么 想跟85岁的纽翠来的伙伴们说的 在这里呢 我想要祝福安利 纽翠来 在新的起点上会越走越好 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健康 同时呢 也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就 谢谢 谢谢叶宜倩 按理纽翠来 能在 能85年 用自然去守护健康 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念 当年其实我当运动员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执着的这么一个信念 是 拿冠军 所以 我觉得以后不管在什么角色里面 只要有这个信念 就是关键 所以我衷心的希望 在安利纽翠来 90周岁 100周岁的生日的时候 我还能够来到现场 跟大家一起庆祝 太好了 我现在就已经在期待 五年后 十年后 十五年后 更长的时间 我们都会在 纽翠来生日庆祝的时候 看到田亮 再一次 带着叶宜倩 带着小亮仔 一起来到我们的年会的现场 好 到时候可能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一起来了 对 欢迎欢迎 欢迎阿云嘎第一次来到 安利中国年会的舞台 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音乐剧演员阿云嘎 谢谢 那么首先 就这首歌 感谢这首歌 足以能证明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那么感谢 安利中国年会能够邀请我来 今天的现场 感谢您来 还有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领导 以及安利的小伙伴们 还有到场的我的粉丝们 谢谢你们 我们也要谢谢阿云嘎的到场的现场 那其实呢 熟悉嘎子的朋友都知道 他一路以来呢 他的经历呢 真的跟我们很多在场的安利的追梦人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在这个场合 在这样一种感受底下 你有没有什么想跟安利的伙伴们 讲的 我觉得对于一个音乐剧演员来讲的话 因为在十年前 中国音乐剧完全没有人去看 但是我们坚持过来 我觉得坚持是难能可贵的 所以 勇往之前坚持下去 勇往之前坚持下去 艾云嘎送给我们 她的人生信条 相信也会继续激励我们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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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